家住湖南洞口县的向张琪离开老家来到深圳 十六岁的他还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城市 看到每天喧闹的城市 让他有种应接不暇的感觉 这天中午吃过午饭后 向张琪感觉有些疲倦 便躺在表哥的床上休息 晚饭时分仍然没有起来 他的表哥过去叫他吃饭 这时才发现向张琪已经严重昏迷 于是叫来救护车向他送到医院 两天后向张琪的父亲 带着东挪西街的几万元钱 从老家来到了医院 当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向张琪已经死亡时 他们根本无法接受 向张琪一没有受到什么外伤 二身体也没有什么疾病 怎么睡个午觉就会死亡了呢 原来向张琪的脑内 有一个苹果大的肿瘤 睡觉是破裂 颅内长时间出血 导致脑干和大脑严重损伤 直至死亡 那么既然已经死亡 泥气上为什么还有呼吸和心跳的显示呢 我们说在监视频看到呼吸 什么呢 给他上了呼吸机 他这呼吸什么呼吸机 那个带动的吹的 不是他自己的呼吸 这种病人一旦撤掉呼吸机以后 他这个心跳很快就会停止 为什么呢 他又没有自助呼吸 没有自助呼吸的话 他这个很快去呀 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 管理呼吸和心血管循环等功能 如果脑干受到结构性损伤 或代谢性疾病引发的损伤 就会造成脑干死亡 脑干死亡 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状态 脑死亡有别于植物人 植物人脑干功能存在 昏迷只是由于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伤 或处于突然抑制状态 患者可以自主呼吸 心跳和脑干反应 而脑死亡则无自主呼吸 是永久不可逆的 脑死亡实际上比心死亡 更具有传闻性的一个 对死亡的一个判定标准 因为脑死亡 现代医学证明是不可逆的 是绝对百分之百是不可逆的 心脏死亡 心脏停跳 它可以抢救过来 你心脏移植都没有心脏 对吧 肯定遇到身上 人是没有心脏的 它一样可以 挽救它的生命 所以心脏死亡作为一个标准 实际上已经是 是过时的一个标准 是不严谨 不传位的一个标准 目前 世界已有90多个国家 设立了脑死亡标准 50多个国家立法 我们国家于2009年由原卫生部推出了脑死亡标准判定 脑死亡它两名独立的医生 而且要一定资质的医生 比如说腹膏以上的医生 分别做出判断 它有一些客观的一些标准 比如说脑电头直线 脑血流头是没有 就是头脑是没有血流的 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检查 还有一个标准 而且它要多次评估 它不是一次评估就算数的 它要第一次评估以后12小时再评估 仍然确定这个老死亡无疑的情况下 才能做出这个老死亡的诊断 由于这世界来 判断一个人死亡是非常严谨 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 所谓一个普通农民 像张奇的父亲 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脑死亡概念 但他拉着儿子上游体温的手 久久不愿放下 看到儿子仍然毫无知觉的样子 他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 临别时 他在病房外迟迟不肯离去 最终 他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 把儿子的器官捐献给那些急需救治的患者 让儿子有用的器官 得以延续 让那些急待救治的患者 得以康复 我们死后最实际上最好的是把自己能有用的东西 贡献给社会 把这个大爱遗留在人间 那么奇观中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他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赚掉了 这个是最彻底 最无私 最能体现一个人爱心的一个主动 像张奇兄弟 我代表 甚至红社会 还有我们的医疗团队 以及我们整个社会 忠心感谢您 及您的父母 您的家人 把您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 救助其他有需要的病人 奉献给这个社会 我们全体忠心感谢您的大爱之心 一击 二击 三击 三击